最近,俄宫天军接连遭遇苏34和图22M3的不幸事故后 却迎来了一款足以鼓舞军心的一款战机 据称,这款战机还透露出一些关键信息 近日,军阳市1月24号发布消息称 旗弹已久的苏57原型机T50-3终于以全新的涂装亮相 此外,还透露了这款苏57原型机的一个最引人关注的消息 就是在它的垂尾上刷上了一个类似无人机的图案 根据图案上的外形看 跟苏惠一设计局研制的俄罗斯手架重型攻击无人机猎人形状基本相符 不光是这一点关键信息 加上报道中提到的这款苏57原型机 更新的座舱前面的光电探测系统 加上在机头下方也多出了一个疑似先行探测系统的古包 将这些关键信息结合起来看 不排除俄罗斯军方是为了将这款战机 和无人机进行联合作战试验 也可能是对猎人无人机进行相关技术验证 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 就是俄罗斯军方也在探索有人机和无人机协同作战的模式 从目的上看 苏57项目是一个美好的计划 但是现实却是残酷的 央视网也在报道中指出 苏57目前虽然从一些关键信息中可以看出 部分性能和歼20不相上下 但是整体来说 其进展远远落后歼20 毕竟前不久还爆出 歼20已经开始量产和研制改进版了呢 值得一提 美国人也曾指出 苏57在隐身性能上远远比不上歼20 这一点我国军事专家也认为 苏57最大的短板就是隐身能力差 这一点几乎在全球三款五代机中垫底 有意思的是 就这样一款未量产 也不知道实战能力的战机 在以色列宣布F35参与叙叙利亚军事目标空袭后 俄罗斯也宣布苏57已经部署在叙利亚 看来尽管苏57诟病缠身 但是依旧不能阻挡俄罗斯人展现战斗民族的实力 过 俄国家杜马航空工业专家委员会成员 弗拉基米尔 古杰涅夫 却现实地指出 苏57性能已经越来越落后 俄罗斯不应该集中精力 在量产苏57上 更应该在溜达战机上先发制人 更勤 grill 作诏 博 hen 拥 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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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